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僵尸进程的概念 课程目标,明白什么是僵尸进程 僵尸进程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避免 客户作业,自己编写代码案例来熟悉僵尸进程相关的概念 僵尸进程的概念 每个进程都有一个复进程 当进程退出时,其退出的状态可以被复进程得到 复进程定用位的函数取得只进程退出状态信息 这些信息会保存在内核中,占用很小的一块内存空间 当只进程退出时,这些信息仍然保留在内核中 只进程rd也同样保存在系统的进程列表中 这时的进程称之为僵尸进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创建了一个止进程的时候 止进程退出了,而复进程没有退出 但是呢,复进程也没有定位的方法 这时候的止进程就会称之为僵尸进程 好,大家再想想这么一个场景 就是说,首先,止进程先退出 就是说先死掉 复进程仍然还活着 但是呢,复进程仍然还活着 并没有定位的方法 取得止进程退出的最后的一些个状态信息 那这时候,这个止进程 其实,它就是一个僵尸进程 假如说此时,复进程定用了Witt函数 回收了止进程退出的最后的一些状态信息 那么,这个止进程就由僵尸进程 完全的变成了一个消失的一个止进程 所以说,要想避免产生僵尸进程 唯一的方法就是复进程调用Witt函数 大家想一想 如果复进程始终没有定位的函数 那么止进程是不是一直是处于僵尸状态 这么一种形式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复进程不定位的函数 止进程退出了 而退出状态没有被复进程给回收 那么,这时候的止进程一直会处于僵尸状态 而处于僵尸状态的时候 它其实这时候占用的系统质量是非常少的 但是呢 它的进程ID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这个僵尸进程 它的最大的危害呢 就是会占用一个IDR 咱们知道,系统当中的进程的ID是有限的 如果僵尸进程的数量 逐渐的足够多的话 那么系统就不会再能成功的创建进程 所以说呢 我们的系统应该避免产生僵尸进程 因为僵尸进程会占用我们的一个ID 就是进程ID号 而系统里边的进程的ID号是有限的 好,我们结合代码来具体看一下一个实例 首先 密函数开始 声明一个进程ID这么一种类型 然后呢 我们用调用fog函数创建一个进程 当小于0的时候 说明创建进程失败 当等于0的时候 说明这是止进程 否则 就是大于0的时候 说明这是负进程 好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止进程的话 首先是打印一个 打印一段信息 说明这是止进程 然后呢sleep5秒 紧接着打印出down信息 如果是负进程的话 首先打印负进程的信息 然后sleep30秒 然后对于位置方法 然后最后退出 大家想一想 首先是止进程和负进程 它们随线运行是 随机的 不可预见的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基本上可以大致认为 他们很可能就是同一时间 就是各自在 各自都在运行 那么止进程运行的时候 他首先sleep5秒 是不是这个止进程就死了 而负进程呢 他需要sleep30秒 然后对于位置方法 这时候负进程才会回收 止进程的一些个状态信息 那么大家想想 从5秒到30秒这段时间 是不是止进程的状态信息 始终没有被负进程给回收 那么这从5秒到30秒 这25秒的时间 那么这个止进程是不是就处于僵尸进程这么一种状态 是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代码就可以演示一下 就是这个僵尸进程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僵尸进程 它的迟运时间将会有25秒的时间 25秒之后 负进程就用位置方法 回收止进程的一些个状态信息 这样的话 僵尸进程就被消灭掉 就被回收了 好 我们来调试一下自动代码 CtrlA C A.C group ZrmD R1 R1 G-C AI... A.I. 选项 功。 按鼠标 右键 复制 ESAC C组 很好 WQ 保存 保存退出 好 我们的原代码程序已经在零零下目录下 然后我们编译一下 GCC 编译 编译 好看一下 我们的可执行程序已经 已经执行 已经得到 然后点 编线 好 首先是紫金层先打印出信息 然后副金层 然后起紫金层打印出档 过25秒之后 副金层也会随之消亡 我们再可扭一个绘画 来看一下他们的状态信息 好 我们可以通过ps命令 来查看一下 建层的状态信息 来查看一下建层的状态信息 好 此时 所有进程都已经结束 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 好看一下 5秒之后将会产生僵尸进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僵尸进程已经产生 但这个标志的话就代表是僵尸进程 25秒之后 僵尸进程 也将会被成功的给回收 好 现在僵尸进程也就不存在了 因为系统调研未来的方法 把僵尸进程给成功的回收了 这又是我们的僵尸进程的概念 其实僵尸进程 它最大的一个危害 对我们的程序 也是一个最致命的一种一个危害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它会始终占用一个进程ID 而这个进程ID 对于系统来说 它是有限的 如果这个僵尸进程足够多的话 那么将会导致我们系统不能再成功创建任何进程 好 这就是僵尸进程的概念的方面的展解 今天就到这结束